这个城市让我感到喜悦和微笑的地方 往往是我看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们的 那种浓厚的人情味 但我感觉到他们对生活的那种乐观和包容的情绪 然后看到他们为生活的琐碎的事情 津津乐道的时候 我就会感到很不由的会微笑 我不认为上海是一个有情绪的城市 它本身就像一张画布已经被反复的涂抹过无数次了 就很多人在上面不断的绘画 所以说它整体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一个包容力很强的 平和而丰富的无表情的状态 今天在上海听到的让我记忆犹新的声音就是窗外大妈的窃窃私语 还有很多细碎的来自生活的声音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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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